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雅 我們現在要來看魔法格 沙羅耶的最後一張大獎啦 沒錯 就是火屬性的龍族 紅愛 他的隊長技是隊伍中只有龍 人 妖禍 魔 成員石 哇 有沒有看到這個是四個種族的超大牛棚欸 而且還沒有綁定屬性 全隊攻擊力6.5倍 火兼具50% 其他服食效果 隊伍中有大於等於三個龍類成員石 全隊生命力1.8倍 攻擊力2.8倍 那其實要三個龍的話非常簡單 正副隊長的話這樣就兩隻了 那等下隊伍技的部分會講到 這一張卡跟艙碧有一個隊伍技 所以如果艙碧再算進來的話就有三隻龍了 要達成這個條件是算還蠻簡單的 受到敵人攻擊時 隨機將5粒符石轉換來龍族強化符石 好 那我們這張卡看的順序比較特別一點點 我們先看隊伍技的部分 第一個回復生命力的部分是 你只要每消除1粒龍族符石 就會回3000點生命力 最多就是回6萬 再來這一隊也有必言2秒轉珠 那紅靈質的部分 你就把它想成跟艙碧的龍靈質 基本上是一樣的東西 紅靈質越高 全隊攻擊力提升越多 最多可以提升至5倍 那你如果紅靈質到達100的時候 紅艾會有一個自身3倍的效果 那這個紅靈質的算法 其實基本上跟龍靈質也是一樣的 靜觀就是50點 那你如果每消3粒火 它就會提升10點紅靈質 受到敵人攻擊就會減少30點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艙碧的部分 艙碧的技能會變得不一樣 變身前的技衣不變 那變身的時候這個技能會有改變 左邊的話是原本的 引爆水以外的符石掉落屬性強化符石 一回合內龍神獸攻擊2.5倍 然後會把龍靈質減到0 那你如果跟紅艾做搭配的話 它就變成 引爆水火以外的符石掉落屬性強化符石 一回合內龍人妖魔攻擊2.5倍 紅靈質提升至100 看起來這個是變得還蠻不錯的 但是變身之後的技衣 其實就有點可惜了 因為技衣的部分它沒有改變 一樣是無視黏斧的那一招 但是那一招最底下有一個 艙幣以外的龍神獸CD-2 但是這邊因為跟紅艾搭配的關係 能吃到-CD的就只剩下龍而已啊 這一隊沒辦法放神跟獸 那變身之後的技術變成 紅靈質提升50點 將新轉化為火龍牆 一回合內自身攻擊3倍 回合結束時將新轉化為火牆 那最後我們來看紅艾主動技的部分 將場上的符石變回原始模樣 引爆所有符石 掉落固定數量及位置的水火龍牆 好那這個固定位置的水火龍牆 其實就是直行的六康 然後水火交錯這樣子 就有點像是巴龍炸板啦 只是掉下來是只有水珠跟火珠 一回合內龍人妖魔攻擊2倍 所有成員無視三屬及無屬 其實我覺得這張當隊長的話 是還蠻不錯的啦 因為看到隊伍裡可以擺人的時候 我第一個直覺想到的就是優子 除了屬性跟紅艾剛好做一個符合的搭配 它還可以讓紅艾再有界王上去 剛剛有提到嘛 紅靈質滿的時候 紅艾的自身攻擊會有額外3倍 你再加優子上去就是9倍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是紅艾當隊長來說 還蠻不錯的 那除了人以外妖精也蠻多人才的 像是打擊阿 鑽石阿 潘朵拉之類的 那魔族的話 可以放上禮拜提到的那張無視無視減傷 也是這次新系列的那張水魔族卡 也還不錯 總之這個四種族的超大牛棚 就看大家怎麼去做搭配了 以上就是紅艾的卡面資訊 大家有什麼看法都歡迎下方留言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